今天我们带大家去哪呢? 就是去看新屋 这里就是Bristol一条最大的公路之一 M4 现在我们正在去其中一个新发展商的地盘 在说之前,也提醒大家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和按下小铃铛 我们每逢星期二、四都会有资讯性的视频带给大家 好了,我们到了 好了,我们到了,Let's go! 看看这间屋,它就是经纪的office 今天我有full gear 可以穿这个螢光衣 因为它是未完成的地盘 好了,看到这间屋 它的外场就叫做rendering 即是一些红毛泥mixture的东西 包住了一些比较肉酸的大砖 比较便宜一点,寿命大概多过25年 每5至10年就需要帮它游游 这间屋现在的状况 其实就是大概到时交楼的样子 你会看到它暂时没有地板或地毯 这些都是可以跟发展商商商商商商商 可能加钱或者怎么样 看到kitchen 它这个厨房和客厅是连接的 即是open plan 这些都是很standard的kitchen的样貌 这里有楼梯上去 另外,其实门口这边是有厕所的 这些都是很standard的 在升盘后面会有瓷尖 接着有厕所 我们上去楼上看看 这间屋是一个三房的屋 首先我们看到一个厕所 在厕所,这些新屋的厕所 其实相对很阔落的 英国人也很喜欢有洗澡 另外,这个是大房 就是一个en suite的房 即是示娃,这个房里面会有厕所 看到窗也相对比较大 接着它的厕所是一个shower room 也旁边有个衣柜 看到厕所有很多瓷尖 其实可能也要注意 确保发展商是包含这些瓷尖的 因为每间公司都不同 好,我们看看另一间房 看看这边有两间房 好了,这是第二间房 看到这个应该放在一个衣柜的位置 另外,上面打开门的就是loft loft里面有些海绵 这些都是很普通的 在英国这些海绵 可以帮你补暖 如果你想摆东西 也可以加一些板在上面 那就可以做一些storage space 另外,看看这边 是对着后花园 它现在还是一个地盘的地方 所以没有围栏 这一间房 都差不多 一个space都不错的 第三间房 这间房 通常人家会放一个single bed 单人床 因为放了双人床 就没有位置了 另外,厕所旁边 还有一个boiler 这一款房子 通常都会是terrace 排屋 或者semi detached 半独立屋 在bristole 不同的地区 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价钱 不过大概是350k 英镑左右 它的空间也是很ok的 它的layout 间隔 其实也是很普遍 不过它刚才的kitchen 厨房 刚才那个就是open plan 即是跟饭厅和客厅是粘着的 但其实有另一种 另一种就是在门口走廊位 可以有进去厨房 即是有门去进去厨房 所以跟客厅就会分开了 再看看后面 这是另一个发展商 Barrett他们的楼盘 其实有很多人已经入住了 这个就是经纪的office 我们进去看看 首先看的房子 就是一个四房的style 叫做wood court 我家记者说 不会包括地板和地毯 当然家具也是不包括的 另外 kitchen 全部都是fit in kitchen 所以 已经是这个价钱 但如果你想要一个漂亮的kitchen 你可以加钱去升级自己的kitchen的level 看看有些什么 这个有洗碗机 AEG 我现在全部都是AEG AEG是比较好的牌子 即是比Bosch高级的 我猜中了 Boyler在这里 收藏了 在DEO牌子 就是一般般 ok 然后有柜子 有多少个unit呢 上面有很多 这个 很多 全部都是 四房的新屋 多数是这种 上下格的 上面是grill oven 下面是比较大的 这些有雪櫃了 这些有好有不好 即是它已经配合了 尺寸就一定是这样的了 那 我自己就 觉得未必够位 看就一定好看一点的 不过呢 功能 如果坏了 要做就麻烦一点 对吧 好 进门口 旁边就有这个厕所了 通常呢 就是你请客人来吃饭 这样呢 他们都会用这个厕所 对 ok 我们进去的厅了 好 这个很靠近 这个特别之处呢 就是看到它后面突出了 那其实是挺漂亮的 因为三面都是玻璃 那是真的挺漂亮的 买新屋当然 家具是不包的 刚才说了 灯也都不包的 刚才呢 那个经纪也有提到 比如灯呢 你想是加sport light 的话呢 就130磅一盏 在这一间公司 他那个经纪自己都说有点贵 ok 我们看一下这里 这个门做什么呢 哦 这里是楼梯底 哦 这个是电门 应该是 可以看一下 留意一下 这些热烤器 这个热烤器 是 最简单 基本的 风格 好 我们上去 到了第一层 一楼的时候 首先 左边有个小房 在这个小房里面 就放了一张单人床 加一个小的柜 再加一张书桌 哎呀 我的脚不是长的 绝对不可以是一张正常的椅 是啊 这张椅 哎 我叫回到床 接着呢 就是二号房了 不好意思 因为技术故障 我们只可以用这个照片来代替 他就放了两张商人床 都有一个櫃在旁 相对其实空间感也挺好的 好的 好 这个是第三间房 相对刚才那个衣架 应该是小一点的 那呢 他的窗就比较大 因为他 对着外面街 对着街的边 然后 好了 他设计是窗比较大 然后也是有一个 built-in的wardrope 的衣柜 然后有厕所 好 他刚才说地板是不包 所以 又是要自己选择 然后 瓷砖 那瓷砖 包不包呢 又要问清楚了 这个厕所的尺寸 其实是 我觉得大部分 新建的厕所 都相对比较大 这个是二号房 和三号房之间 可以看到 哇 有个大水缸在里 好 我们上三楼 这个门 我们先看看 哦 有间房 可以栅栅 其实因为它是角楼 即使整间屋的面积 基本上是这么阔 这么长 就一样 所以 它也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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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最 我自己最喜欢的梦想 就是住在角楼 是不是每个女生 都有这个心愿 OK 这边有点小小类 像walk in wardrobe 那样 有柜 这边还有 这边还有 或者这边 其实是 这个女士的 梦想 然后这边有一个 厕所 这些是 en suite的厕所 所以 OK Let's go 我出去买菜了 拜拜 这个就是 Woodcourt 这个style 的floor plan 不好意思 这个floor plan 我们找到的是 Mirror 对面了 和我们刚才看的那间屋 我们其实也挺喜欢 这间屋的 装置 它的价钱 刚刚看到这间 Bristol 就是380k 英镑左右 它的走廊位 相对比较小 所以 其实是 省了一些空间 那 它的房子 也相对 其实也算挺大的 在新屋来说 另外 它也 还记得 厅里 有一个 三面的玻璃 那里很漂亮 另外 其实要留意 它的garden 刚才看到 garden 只不过是 一半 因为它是 半独立 所以 garden 不要被它 只不过是 一半 另外 刚才看到 一个很大的 水缸 因为它是 一个四房的屋 所以它需要 用 比较多热水 去储存 热水 所以它就 用了 很大的电月水缸 就会 比较有效 这间是 同一个发展商的 另一种屋 叫做Folkstern 是三房的 半独立屋 我们首先看看 入门 你是有厕所 我们先看看 这个房间 好 今次那些 电的 WiFi WiFi 那些 Machine 是在这里 看一下厨房 这些厨房 相对 就是小的 刚才那些 小的 那你就看到了 是不是 好像 没有那么高级 没有刚才那样高级 所以 这个 相对 价格 可能是 这个 不是真的木 的 应该 这是Laminar 可以 它用的牌子 是 比Bosch 一级 这个 应该是 比较便宜的 嗯 没错 然后 这些 这些 这么窄的 很难用 又深又窄 很难 伸手去拿东西 然后 相对 这些 都是小很多 这个 应该是 最便宜的 kitchen 好 那我们在厅 看看这个地下 这些叫做LVT Luxury Final Tiles 刚才我们 另一间屋 一走进去 客厅是一个很厚的地址 所以这些都是你自己可以选择的配套 这个窗就没有突出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宽一点的后面 刚才 那个kitchen小了 然后 外面的garden 其实跟刚才我一样的size 哇 好帅 嗯 然后 楼盔底 也是有一个房 可以放宅物 好 我们上楼上 最小的房 这房子 都是garden 其实好像宽度 跟刚才那间是一样的 我试一下坐在这里 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的size 这里又是有个小櫃子 然后这间呢 就是刚才他放了两张床的房子 咦? 但是这里有个厕所 这里有个en suite 即使说这是一号房 最大的房 这里里面有个厕所 然后里面也有shower 这个有分开了四个门 这里有一个 第二边床有一个 然后在门后面 也是有一个的 如果是女主人 这个就不太够放了 我自己 我自己的话 就不太够放了 Let's go 好 好了 这个是我们叫二号房 因为它是中间size 那个 这里相对 就是一张床 然后这里也可以放一个柜 这个位置其实有点奇怪 在门后面 然后有 然后有 窝床 OK 我们看看厕所 它的形状是 L字形 对 相对 这边很阔 窗很小 好吧 那我们去看看 虽然刚才那个冰冀说 三房已经卖光了 我们先问一下它多少钱 这个就是Folkstern的floor plan 刚才我们看的 设计 它这种屋已经卖光了 它之前卖的价钱就是310k至320k英镑左右 要留意它的garden 它的花园 刚才看到的是一半才属于它的 因为它是半独立屋 另外 它是一个三房的屋 有三个厕所 也是很普遍的 而它的厕所 也真的比较大些 相对因为这样 它的房间可能会比较小 我自己个人就会觉得它的 storage space 就是收藏东西的地方 空间就未必足够 接着看看Barratt's另一只屋形 叫做Maystone 它是三房的半独立屋 里面有 厨房 加饭厅 第一房 二号房 三号房 然后有厕所 看看它的桌子 整个屋子也有三个厕所 其中一个是en suite的厕所 另外它的厨房和饭厅是黏着了 另外客厅是分开的 它这个footprint 即它的尺寸是在新屋里面很正常很普遍的尺寸 而楼上 你看到它的layout 其实也是很普遍的做法 而在楼下 就是另一种 就是刚才我们看的三个屋 都跟它不同 这是另一种比较普遍的简法 今次主要带大家 看看这些新发展商的设计 也可以参考一下Bristol新屋的价钱 其实英国的发展商所建的新屋 大约都是由100种设计 我们刚才看了4种 其实它们很多的layout 面积大约都是差不多 其实也很可能你买屋的时候 去看新屋 所看的model house 不会是有你想要的那款 就像我们那天去看Folkestone 刚才介绍第三个款式的屋 我们去看的时候 其实有一家人 他们就过来看这个show house 我们就觉得不是说卖光了吗 经纪就说 其实他们打算在另一个区 另一个development 去买这一种款式 所以他们就特意开车 过来这边看这个show room 去另一区买 上面提一提的就是 其实我们那天去看屋的时候 那个经纪说 他的development 是已经有两个单位 给香港人买了 而这两个香港人 他们是没有来到英国 而就买了这个屋 就是经过就这样 在online 跟经纪在这边沟通 其中 那个经纪说 有两个条件一定要进行 第一 你是要以现金去缴付存款 第二 就是一定要用 他的发展商的律师 来做这个交易 譬如如果你不是考虑 Bristol 你是考虑另一个城市 那你就可以去另一个城市 上网查一下 例如这个发展商 这个设计 几多个房子 的房子 在这个城市 这个地区是多少钱 所以大家可以先参考一下 我们星期四 就会再有一个video 和大家分析一下 其实在英国这里 新屋 和二手楼 其实有什么分别 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不好处 如果有什么问题 或者意见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喜欢这个video 就请subscribe 我的channel 订阅 和按钟仔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